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只说好题也做完了一遍 甚至说把只说好题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错题也进行了更正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去听冲刺飞跃这个串讲课才有意义 说老师这个基础办法我还没听完呢 抑或是我没怎么学 我就想靠冲刺阶段实现逆袭 有没有可能呢 各位同学我可以很复识的告诉你有 那说怎么做呢 好怎么做多睡觉吧 各位同学睡觉的时候会做梦 在梦里你有可能会实现 那么现实当中能不能实现呢 大概率通过冲刺飞跃这个课程 不能实现 因为诸块确确实实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初级和中级考试 而且诸块我们会计这个科目呢 一共是30张100分 平均算下来每一张是3.3分左右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 其实每一张都是重点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明确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特别是在冲刺阶段 必须目标感非常明确 啥叫目标感明确 说白了 我们通过最后这个冲刺飞跃 最终最终想得到的效果是什么 取证 那我是不是要把所有这些难点 都把它研究透彻呢 不是 所以在这里听冲刺飞跃 我给大家提六点建议 六点建议 以后你会看到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本图书呢 就是四而九十九计 我们今年九十九计呢 会延续 有大心背 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大背心 有大心背 这么三个标题 这三个标题对应的是什么呢 大 那就是我们主观题的重要口点 如果某一计 或者某一个标题 后面你看到一个大字 那就意味着我们近五年 甚至是近十年 有可能在这里出过大题 一或是我根据今年的判断 有可能今年在这儿 有可能会出到大题 大题也就是我们的计算分析题和综合题 这是给大家标注出来 第二 新 那就是我们今年教材 要么是新增 要么是有变化的考点 所以在这里 每一季 一或是每个标题 甚至是一个自然段 我会给大家标一个新 提示大家 因为我们注快考变考新 有变化的 有新增的 势必会成为我们考试的重点 最后就是背 我一直说啊 注快快递不是靠背 你平时要日积月累 到最后临近考场之前 我们把这些该背记的 稍微背一背就可以 毕竟 快递它不是一个纯文科的 需要背记那么多东西 但是我们注快 主官体快递科目 有50%不是写分录的 所以说老师 我靠把分录背起来 能不能通过考试 我告诉你不能 所以它有一些是需要你进行判断 并说明理由的 而说明理由的过程当中 是有关键词 你必须得把关键词 打在你的试卷上 你才能拿分 你说老师这事我懂 但是呢我就没法表达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现在今天啊 距离我们考试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你好好训练一下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呢 我曾经在24年 就是今年的初级 讲课的过程当中 我做了个试验 效果非常好 我把这个经验 今天就告诉给我们诸块的考生 说白了 我们今天听课的各位同学 可能是有从初级来的 因为毕竟刘老师也讲初级 所以初级考生 绝大多数同学比较懒 他不像考诸块 天然之间 他就知道我必须得努力 或多或少的 他投入的精力 时间要多 但初级当时我在讲 冲刺阶段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66G 里边也有通关绿卡 我说呀 今天的课后作业 就是大声朗读通关绿卡 我第一节课 下课留完作业之后 等我第二节上课的时候 我问大家 朗读了吗 读了 那么做题的正确率提高了吗 大幅度提高 所以对于初级同学适用 我相信对于我们诸块的同学 也仍然适用 因此我们每一季 基本上都有通关绿卡 我今年上课的时候 我大概率90%以上的通关绿卡 我会带着你们过 但我给大家留的作业 除了我们对应的题目以外 就是要求各位同学 下课之后 要大声的把我今天上课 所讲到的这些季 所对应的通关绿卡 要大声朗读出来 不要默念 各位同学 默念不起作用 我一直说 朗读 声音 通过空气 传播到你的耳朵 耳朵刺激大脑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记忆链条 你自己心里默念 肯定不行 所以大家一定要大声朗读出来 就如同我给大家上课一样 为什么有一些话 我能默念出来 或者默的背下来呢 就是因为读多了 讲多了 自然而然形成条件反射 和肌肉记忆 所以各位同学 从今天开始 从此时此刻开始 你要记录到冲刺阶段 冲刺阶段 你要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这个时候 你才有可能 在冲刺阶段 继续保持高效率 进而在我们八月底 参加考试 能够一举通过考试 那刚才我也说了 我们在讲九十九七 它跟正常讲 打好基础 基础班 不是一个逻辑了 因为基础班的逻辑是 知识点 我一个一个的去给你讲 很少会涉及到跨章跨节 有的话可能是涉及到后面的一些章节 我们会跨章跨节 但讲九十九七不是 比如说我讲到某一个知识点 例如存货 马上跟后边锁的 所以我可能会结合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冲刺阶段 要给大家建立的这种 知识的框架和知识的连接 因为考试它不是单纯的 就考你存货这么一个点 它有可能会跟后边的知识点结合 所以九十九季的讲法 就是更加硬式 因此讲九十九季 提示大家六点问题 第一个 按时上课 如果我的直播课你不听 你说我课后去补 行不行 行 但是前有车 后有折 很多很多同学 我跟大家说 绝大多数你花一个小时补课 是补不了我一个小时课程的 所以各位同学坚持听直播 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冲刺阶段了 别给自己留后路 我刚才说了 要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 因为你今年能否通过考试 关键点在冲刺阶段 当然前提 我还是这么说 你前面的基础班要完课 说老师我基础班没完课 我冲刺努努力 能不能过 我刚才说了 大概率过不了 大概率 这个课程不匹配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课程 匹配的是你基础班学完了 然后再来听我这课 好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是要学会取舍 很多同学啊 就是不会学习 越学越累 越学越迷糊 为啥呢 他不会取舍 各位同学 你现在把书翻到第一页 请你把书 九十九计 九十九计 翻到第一页 第一页 你的左手边 有个空白 这空白地 你给我写上 学会取舍 各位同学 你知道你能通过考试的关键点 并不是说那个难题 你会不会做 而是那些大家都会做的题 你能不能拿分 你批批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大家都会做的题 你没有拿分 反而你想从那些难题上去拿分 一性价比不高 二风险极大 三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反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 关键取决于什么 简单的 你会的 在考场上 你能拿到分 这是核心 这才是能耐 所以学会取舍 九十九计 你不可能每一计都会 你放心 凭啥呢 凭啥我讲技术翻 讲那么细致 你不会到了冲刺阶段 九十九计的时候 你能会呢 不可能 但 所以我要提示大家 有一些知识点 如果说你不会 那你就把它放弃 因为我们这课程 不是给你讲 这个研究学术的 我们这课程 就是让你通过考试的 所以你自己传分 能传到七十加 就差不多 然后在考场上 我们只要能把这七十加的 分数稳定发挥 你大概率就过了 不要想别的 好 再来 跟住直播客 直播客 因为我不可能 因为某几位同学 没有听懂 我暂停下来 我再给你解释了 没那个时间了 对不起同学 这个就确确实实 刘老师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两种方式 第一 你先把这个没听懂的 你圈一圈 过后呢 要么你去找找基础班 要么你通过达计系统 要么你再把九十九级 再听一遍 总而言之 我们冲刺阶段 讲究的是高效率 所以不要纠结 个别没听懂的 你就把它圈上 能听懂就听 听不懂 圈上 圈完之后 还研究不明白 通过达议 通过听技术 还不明白 你五行跟他相课 别学这个知识点了 换别的 别浪费那个时间 我今年讲冲刺 我跟大家说 最核心的就是 一定要性价比高 一会儿你会看到 我们分几个模块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 然后这是第四 第五 各位必须做题 我经常说 只听课不做题 等于没学习 考试因为就是 考你做题嘛 所以到最后 这个阶段了 各位同学 你必须得做题 那说做什么题呢 来 首先第一 我们每一季 后边都配套 有飞越必刷题 那么这个飞越必刷题 就是你当天的课后作业 比如说 我今天讲到第十六季 那好了 每一季后边 所对应的飞越必刷题 就是你今天的课后作业 都到了冲刺阶段 别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和理由了 老师我没有时间 没有人有时间 老师我工作忙 没有人工作轻松 没有人工作闲的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 毕竟咱们八月底就考试了 所以只听课不做题 等于没举题 当然我今年还会把飞越必刷题 这一百多道题 将近一百五十道题 每一道题 我都会给大家讲解 所以如果你不做 你上来听我讲 和你做完之后 你再来听我讲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因此各位同学 一定要做题 最后各位同学 说白了 我们彼此之间是要建立信任的 你相信我 然后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最后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取证 我的目标帮助你取证 所以我们俩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向同一个方向努力 而不能南辕北辙 我告诉你应该这么做 你不信 你非得那么做 行不行 行 因为这不是法律 不是法规 对吧 没人说因为这个事情 说你触发了法律法规 没有 只不过我通过第一 原来我也是考生 第二通过这么多年的教育经验 第三通过对教材的研究 第四通过对真体的研究 第五通过对时势热点的研究 我告诉你 今年可能这个地儿要出大题了 这个地儿可能要考你了 你要相信我 包括我给大家的建议 这六条 这六条除了第五 六条以外 前面这五条 你自己脑子里要清楚 前面没学基础班 能不能跟 不建议跟了 不建议跟先把基础班完课去吧 所以咱们今天在直播间 如果你前面基础班 没有听完的 我不建议你今天在直播间 你浪费这三个小时的时间 你倒不如把这三个小时 把前面你辣的 没听的 基础班要听了 没有必要在这儿 跟我混三个小时 没这个必要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录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我给大家写99G的一个思路 首先第一个叫基础夯实 这个模块40分 考试也大概率会是40分 这就是我说的基本面 基本盘不能丢 只要他考了 只要他考了 你就不能丢分 如果这个基本面 基本盘你再去丢分的话 各位同学 你想通过那些高难的 这个偏门的 你想拿分很难 所以我们这40分 大概率你要得30分以上 30加 好这是第一个模块 第二模块叫突破提升50分 突破提升50分 这就是我们考试当中有难度的 但是说这个有难度 是不是那种偏门的 注意还不是 他确确实实 第一个知识本身有难度 第二个可以关联的知识比较多 跨章跨节的比较多 所以这是体现他的难度 第三个 就是有一些 长得差不多 一搓一搏的这些 也放到了我们突破提升这里 好这是第三个模块 第三个模块 有一说一 大家如果能拿30加 你考试就过了 对吧 你拿到60% 你考试不就过了吗 最后一个模块 就是不必纠结 什么意思 各位同学 你考试不是要达100分 你考试不是要达80加 你考试是要60加 所以有一些 确确实实很难 我今年都把它挑出来了 放到第三个模块 不必纠结 当然我们不是简简单单 给三个五个同学上课 我今天上课 面向的是所有私二的学院 因此我该讲还得讲 但是我帮助你们 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挑出来 放到不必纠结这里 有一些是 比如说第三十章的内容 有一些确确实实 跟所得税语结合了 大家就懵了 而考试呢 考过但不常见 所以这些东西偏的 冷的极其难的 我都把它放到不必纠结 这十分当中了 因为我们在考场上 这个试卷当中 确确实实 会有大概10%左右的 这个知识点 确实有难度 你看出块考试 有考100分的吗 90分以上的都是凤毛麟角 反正我是极少看到 有考90加的 80加的倒是有 90加的很少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目标感明确 方向是一致的 接下来收拾好你的心情 带着彼此的信任 我们开始给大家冲刺飞跃 所以刚才看到了吗 一个火箭一飞冲天 也祝愿我们今年考试 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第一个模块 叫基础夯实 40分 各位 这40分性价比极高 不丢 说一分不丢 这不可能 刚才我说了 最少30加 OK 来 我们首先看第一 第一叫基础夯实 这些基础知识 就是我们教材的第一章 第一章考试 基本上就是一道客观题 要么是单选 要么是多选 我们今天做了总结 从2014年开始 我开始总结的 从2014年一直到2022年 只有19年 没有在这一章单独命制客观题 剩余的 看好了 从14到22年 这个19年除外 每年一到二分的选择题 难度大吗 不大 所以如果考试考了 请大家不要丢分 每一季下边 大家再看一眼 这有飞跃B刷题 这就是你要做的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是快递的职业道德 这个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说考试能不能考 我相信咱们也得考一个客观题吧 因为它分AB卷嘛 而且我们快递是两天 对吧 两天两场考试 所以咱们的 如果有四套试卷的话 有一套 得出这东西 这东西需不需要 我给你读一遍 不需要 需不需要 我带你背 不需要 对吧 临近考场之前 你把它看一看 背一背 这就完了 在这里我提示大家一点问题 看好了 人家问的是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还是问的 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 这两个 别张冠礼带 别张冠礼带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包括坚持 诚信 受罚 奉公 坚持准则 守折敬业 坚持 学习 守正创新 而下边 这个是注册 会计师的 各位 咋记 说白了咋记 上面都是四个字 下边呢 除了这个客观公正以外的 它都不是独立的四个字嘛 所以咱们学习的时候 适当的找一些小的方法 小的技巧 就把它记住了 好 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叫它新增的 所以没有历年真题啊 没有历年真题 而下边的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息 质量要求 各位 真题考的比较多 比如说 会计基本假设当中的一个持续经营 在2021年 客观题就是以持续经营这项基本假设 为蓝本 给大家命制的 比如说 为什么固定资产要提折旧 为什么可以按十年期记忆提折旧 为什么你可以社交 它基于的其实都是持续经营这项基本假设 而会计主体和会计分期 它还可以和差错进行结合 本应该是假公司的经纪业务 你公司你给做了错 本应该是今年的经纪业务 你做到了明年 抑或是明年的经纪业务 你把它做到了今年 这都是错的 违背会计分期 所以这是会计基本假设 你比如说会计分期 在2016年 人家就单独对会计分期 进行了一道单选题的命制 所以我们诸块考试 它不可能说下来个项 属于会计基本假设 不可能这么考 它一定是给你具体的经纪业务 然后去往这里边套 第三 会计息质量要求 一共是八个 可靠相关可理解 可比实质重于形式 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 这些你比如说 你像可靠性 哪去了 可靠性 啥叫可靠 真实的吗 考不考 考 20年 考的就是可靠性 就这么简单 就考你可靠性 当然20年是一道多选题 它问你下来 关于快递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说法中正确的有 所以它跟可靠性出了一条 还有像什么可比性 它又出了一条 还有其他的都给你揉在一块 比如说像什么重要性 它又给你揉了一条 然后再有谨慎性 去年 2022年 考的就是谨慎性 所以各位同学 我告诉大家 第一章 关于快递信息质量要求和会计的基本假设 你放心 它不会直接表面性质的考大家 它一定是结合着具体的案例 所以接下来各位同学 请看我们的通关绿卡 这里我给大家 总结了四块 第一块 如果你看到指路为马 这个诚语我不用解释了 如果你看到指路为马 你比如说 我持股15% 但我合并了 这叫小股合并 我明明是债 但是我把它分类为权益 名债持股 或者是名股持债 你只要看到它指路为马了 体现快递信息质量要求 都是实质重于形式 那么具体这里 我给大家列示了一些考试 包括但不见语 好 这是第一 第二重要性 重要性 这个重要与否是两个维度 第一看金额 第二看性质 金额大的 那它重要 金额小的威逼不重要 你比如说你5B 你差错 虽然金额小 但因为你是5B这个行为 你是主观上的 那它也是重要 再来 仅深 你记住啊 所有这些资产提了减值 我不管你啥资产 提减值 它充分体现 减值性 包括你确认预计负债 或有事项 满足三个条件 确认预计负债 记住啊 我们现在冲刺串奖 或有事项 满足三个条件 确认预计负债 请问那三个条件是啥来的 你能不能脑子当中想象出来 第一个 限制义务 第二个 很可能导致经济力流出血 第三个 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这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的货油负债 要确认为预计负债 充分体现其身 好 及时 即时呢就是不能提前 也不能延后 这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可能会命制的相关考点 我都通过通关绿卡的方式 帮助大家做了总结 所以各位同学 你的客户作业 除了我刚才说的啊 有这个飞跃逼刷题要做以外 今天下课的作业 就是要把通关绿卡 朗读出来 你相信我 朗读出来 好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第一章十字上 没有给大家介绍 所有者权益的具体快递核算 但是我认为这块经常考核 所以呢 我把经济事项 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单独放到了低级 它属于基础夯实 它不属于所有者权益那里边的 它就是你必须得夯实的 那这里呢 给大家劣势了一些 比如说提营与公鸡 分路怎么做 那么对所有者权益 是什么样的影响 这里我不用一个一个的 去给大家读 我说几个 我说几个 比如说 来 回购 库存股 股票回购 各位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库存股 它是所有者权益的背离 所以当你回购库存股的时候 你的所有者权益 总而会减少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各位 我们在计算美股收益的时候 美股收益怎么算 比如说基本美股收益 应该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率 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对吧 发行在外 你把库存股回购回来了 它还叫不叫发行在外 不叫 所以这个股数 要不要包括在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当中 不包括 如果我说这句话 你听不懂了 美股收益没学 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基础班完课的原因 要不然你看 我今天跟你讲99期就不是说这一季 我就讲这一季 我一定是把可能会涉及到的考点和相关的知识点 帮你做融会贯通 好 再往下 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 这也是今天蒋老师特殊要让我告诉大家的 提示大家的 因为他在授课的过程当中 他会发现很多同学在这里是迷迷糊糊 啥东西呢 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或金融负债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在这里有很多同学呢 他有个误区 说我怎么记得金融负债不能重分类呢 你这怎么重分类为权益工具了呢 各位在这里你要明确一个道理 金融负债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依货制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那个金融工具合同条款 发生改变 比如说我原来是不需要支付现金的 没有支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其他条款评估下来之后 它是个权益 所以又把它做权益工具了 但是双方达成一致 我把合同条款做了变更 一变完之后 我有支付现金的义务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符合权益的定义吗 答案是不符合 所以怎么办 我需要把权益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而不是说金融负债重分类了 我们说金融负债重分类指的是什么 不允许啊 指的是金融负债的计量方式 你要么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你要么是以太余成本计量的 对吧 这个东西你不要重分类 那回过头来 我们讲金融资产呢 金融资产它能不能重分类 不能说能 也不能说不能 什么情况可以 如果是债务工具投资 并且你已经通过了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之后 因为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这个时候1到2 2到3 3到1 3到2 2到1 2到3 这都可以 但权益工具能吗 不能 你看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一个点 把涉及到的这些相关知识点 我都帮助你进行了回忆 所以记住啊 权益工具 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一或是金融负债 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是因为合同条款本身 发生改变 那稍作复习啊 权益重分类为负债 那么这个负债应该是按公益价值计量的 而你权益原来是账面 账面和公益有差了 那条所有者权益 这个是不能影响随意的 回过头来 如果是金融负债重新分类为权益呢 按账面直接走 没有差隔 没有差隔 OK 好了 这就是第一季 如果今天考了二分 考试方式是比较灵活的 因为猪快考试他真的真的不是说给你一段文字 就直白白的让你去选择 一定会编一些小小的案例在这里面 OK 好 这是第一季 各位同学 你看有同学说懵了 懵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火候不到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季 第二季是关于存货的计量 存货计量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2016年到2018年 以及21年和22年 对于存货的初始计量 包括他的期末计量 均考核客观题 有一些呢是文字 有一些呢是计算 所以对于存货计量二分 一定一定你放心 二分 OK 首先呢 第一个是关于外购存货入账成本的确定 这个外购存货入账成本 如何确定呢 很简单 买价相关税费 装卸费 运输费 保险费 途中合理损耗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那在这里呢 提示大家两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 这个相关税费指的是什么 增值税进不进 你得清楚 一般纳税就不进 小回门就进 好 如果你是从境外采购的 关税要进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叫途中的合理损耗 你看到合理损耗 听过基础翻 脑子当中 马上会条件反射班 显现出四个字 叫视而不见 对吧 叫视而不见 所以算总成本不用管它 但回过头来 各位 人家如果算单位成本呢 你得是拿你的总成本 除以实际验收 入库的数量 明白了吗 实际验收 入库的数量 OK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采购过程 当中那个损耗 我再说一遍 如果是非合理损耗 它不构成存货成本 比如说 我买了一吨材料 损耗了0.5吨 0.5吨不是合理损耗 那你实质上 另外的0.5吨 你那个采购成本 和你正常买一吨 所对应的采购成本 不一致 你真正比如说 我这一吨 我花了100万 那0.5吨就应该是50万 所以非合理损耗 这0.5吨 你不要算到 从货总成本里边 这点适当关注 考试没考过 一般考 考你合理损耗 你就记住了 合理损耗 四个字 视而不见 所以OK 好 再来说一说一些特殊情形 比如说我们在采购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储存费用 你看啊 这个仓储费 是路库前的 还是路库后的 一般来说路库前的 要进存货成本 而路库后的是进当期随意 一般的管理费用 除非 它是在生产过程中的 必须仓储 比如说我们酒 必须得有仓储 它进行发酵 那这个时候是进到 存货成本的 否则的话 在发生时进当期随意 各位 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 这个储存费 你看好是路库前的 还是路库后的 好之地 第二 我们有一些时候呢 企业可能会采购一些特定的商品 用于广告营销 这个它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它不能确认为资产 这个点 各位同学 在2016年 AB卷当中 A卷考的是客观题 B卷考的是主观题 就是这个点 你平时做打小基础啊 包括做53呢 可能会看到2010年就这个点 考了 AB卷都考了 买玩偶 然后用于我们这些市场营销 各位 它不是存货 在发生时 尽当期随意 尽当期随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 对于存货 哪些需要进存货成本 哪些不能进存货成本 需要进的在这里 我给大家列势出来了 你会看到我在列势的这些里边 实质上有一些就是历年真题的ABCD选项 那存货采购成本 这不用说了 进口关税 进口消费税和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这也不用说了 然后还有达到下一个阶段的仓储 刚才我说过了 来看好了啊 第四和第五 这两个是我们历年真题当中的一个选项 我给你摘取出来了 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正常的料工费 这是要进的 进存货成本 以及季节性停工损失 要进存货成本 你说你翻租客教材 有没有什么季节性停工损失 没有 它是在初级里边 不在租客里边 但考试考了 所以在这里我把它摘出来 我告诉你 今年如果你在看到 季节性停工损失 要构成存货成本 反过头来 因为季节性停工损失 属于什么 属于可预见的 对吧 到冬天或者到夏天 我就没法去做了 但如果是非正常的停工损失 它要不要构成存货的成本呢 那就不构成了 所以下边有不记录的 非正常消耗的料工费 以及超定格的废皮损失 这些是不构成存货成本的 还有就是入库之后再发生的仓储费 它不是达到下一个阶段必须的 以及不能归属于存货 目前场所状态的合理必要之处 比如说我们采购人的彩礼费 这都不能进 以及刚才说了 用于广告推广 所定制的采购的这些特定商品 它不构成存货成本 因为它不符合资产定义 资产是指 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一项资产想确认 还得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 经济利益要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个 该资源的成本和价值 要能够可靠的计量 所以第四项 刚才说的一个 它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所以它不能进 好 第二个 是存活了期末计量 存活期末计量 各位同学 在22年没有考计算 一般我们往前找 我看了 一般考的都是计算 那你要记替多少 存活跌价准备呀 或者是存活跌价准备的 这个期末议额啊 亦或是在资产负债表上 应当列爆的 存活金额 它都趋近于计算 但是去年 22年 存活期末计量 考文字 所以这一块 我要提醒各位同学 不单单你要会计算 文字版的说明表述 要适当的关注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复习 关于存活的期末计量 存活在资产负债表日 应当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熟低计量 当你存活成本高于 可变现净值 这个差额 各位听好 是存活跌价准备 这个科目的余额 如果你期初有 期末余额也有 你当期要么是计题 要么是转回 如果计题 那就借资产减值损失 待存活跌价准备 如果是转回 那就做相反的会计 借存活跌价准备 待资产减值损失 好 如果你已经计题的 这批存活跌价准备 所对应的存活 把它出售了 那别忘了 要把所对应的存活跌价准备 一并转销掉 各位同学听好了 实质上 我们记录到主营货 其他业务成本当中的 金额是什么 是这批存货的账面价值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批存货的成本是1000万 以计题存货 跌价准备100万 请问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900 因此 你把这批 已经计题过100万的存货 跌价准备的存货卖了 转主营货 其他业务成本转多少 900 所以实质上 你转到主营货 其他业务成本的 应当是这批存货的 上面价值 同理 各位 假设还是这个 我没有都卖 我只卖了30% 那请问 你转主营业务成本转多少 39 27 所以那就乘以30% 那应该27 重货跌价准备也是30% 那应该是30 1000也是30% 那应该是300 因此记住 转主营或其他业务成本的 应当是它的账面价值 好 来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整个集团 而你集团当时在合并报表当中 又不认可你既提过的存货跌价准备 你个别报表怎么说的 借存货跌价准备 带库存商品 应该是30对吧 我合并报表不认可 怎么办 做反正路 借存货 对不起 这个应该是 借 营业成本 带 存货 对吧 你记题的是 你截转的时候 你相当于是 借了存货跌价准备 带了主营业务成本 我刚才说库存商品是口误 应该是借 存货跌价准备 带主营业务成本 在合并报表不认可 给它倒过来做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给它冲了 所以我们平时在做题的时候 在做合并报表 跟存货内部交易 抵消有关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答案 有这么一笔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实质上 就是在个别报表当中 它既提过存货 跌价准备 而我集团不认可 说清楚了吧 所以这就是今年冲刺 我一定会融会在一起 如果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你某个知识点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 合并礼交 你忘了 危险 危险危险危险 标注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就说一说 关于这个可变现净值 我们怎么去算 你首先要看这批存货 它的用途 它盖什么用的 它可能是为了消耗 也可能是直接对外出售 我们先说直接对外出售的 如果是直接对外出售 它可能是库存商品 也可能是原材料 原则上应该是估计售价 减估计销售税费 好来 这个估计售价 各位同学 你得看什么 看它是否签订合同 对吧 有合同的 我们是按照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 我们是按照市场售价 所以这个估计售价 要记住 要看它是否有合同 如果有合同 各位 如果有合同 和没合同的 把它当作两批存货对债 啥意思 有合同没减值 没合同的减值了 两批存货 没减值放一边 减值的单独计题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估计的销售税费 今年我们教材当中 对于这个费 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这个费 做了进一步阐释 来看好了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 这个预计的销售费用 它是一种增量成本 大家对增量成本 应该不陌生 啥叫增量成本 有这笔销售 它就发生 没这笔销售 它就不发生 所以这叫增量成本 除了增量成本以外 还应当包括 在整个销售存货过程中 发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比如说 我们销售门店的水电费 和摊销 切记 这块也应当把它记录到 我们的销售税费当中 那个费当中 那说啥叫增量成本 比如说 你为了卖这批存货 你给人销售人员的提成 这就是增量成本 卖出去了我就有 没卖我就没有 这叫增量成本 所以原来我们考试 可能不会进攻 你说增量成本这些事 包括销售税费 这个费是什么东西 不会进攻这些东西 但从22年这个命题来看 他有可能真的考了 十多年关于计算的问题了 他自己也考烦了 所以咋办 另辟西境 考你文字 那这个时候就要求 我们各位同学 要掌握的更加仔细 好 这是第一个 直接卖出去的 包括下边的 如果直接卖出去的材料 也是同样如此 第二 如果你不是为了出售 你是生产过程中 为了消耗 比如说原材料 那这个时候 要用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进一步加工程度 减去销售产品的 估计销售税费 来倒算 你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这里又要提示大家 如果这批材料 用于生产的产品 没有减值 那材料 我用不用具体减值准备 不用 明白了 不需要 所以首先第一步 你不用写 后边的通过绿卡 这里边我都给你写了 所以首先第一步 你要知道 你得先看看产品 有没有减值 当产品发生减值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去算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换句话说 如果产品没有减值呢 即使材料减了 我也不认 OK 好 那么接下来 通过绿卡 就是我们在计算存货 跌价准备这个金额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你要明白啊 你得先看这批存货的目的和用途 如果它是直接对外出售的 这时候盯什么 盯签被签合同 有合同按合同价 没合同按市场 然后把它当做两批存货 分家 别把它合一块 别把它合一块 有一千件 其中三百件签合同了 那这三百件是一批 另外七百件没签合同 那这七百件是单独的一批 别忘了一块掺和了 分家了 第二 如果是用于生产消耗的原材料 这个时候 各位同学 你要聪明一些 你看好了 你看好了 产品有没有减值 如果ABCD那个选项当中 它没有零 没有零 如果你要记题多少 重复了跌价准备 A35 B135 C28 B68 这时候第一步 你就可以不算了 它必定减值 明白了吗 它必定减值 所以后边我给你写了 直接从第二步开始 第二步 那就是拿产品的 估计售价 减产品的估计销售税费 减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来倒算 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而且在这里 我再次强调 各位同学 我再次强调 听好了 你算出来的这个金额 比如说成本是1000 可变现净值是860 你算出来这个差格140 是你当期要记题的存活跌价准备吗 不是 是余额 你还得看看期初 你还得看一看本期的发生的经济业务 比如说听好了 我期初有一百万 然后我这批呢 存活还卖了一批呢 然后我又采购了一批 然后期末一算 我确实减值了 这个时候 期初有 期末有 你别忘了 当期你还转了一个 因为你卖出去的这批存活 是人家原来期初有的这一批 那这批卖了 刚才我们刚刚介绍过呀 你要把卖掉这批存活 所对应的存活跌价准备要转掉 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画一个钉字账 明白了吗 画一个钉字账 OK 好 第二个就是可能会忘你啊 这个资产负债表上 这个猎豹的金额 那猎豹的就是存活的账面价值 存活的账面价值就是 它的成本去减去存活跌价准备的余额 好 这是关于第二季 第二季呢 考试 要么它考你初始计量 要么考你期末计量 这就属于你不能丢分的 无论它怎么考都得拿分 那都得拿分 好 那接下来是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三季 第三季是关于固定资产的计量 非必刷题是四题五题和六题 首先第一个是初始计量 各位同学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看好了 12年 14年 18年 20年 21年 客观帖二分 就是考你初始计量 性价比极高 没啥难度 来 我们带着大家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说购路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那这个路上成本如何确定呢 应该是买价 加装卸费 预输费 相关税费 保险费 以及 看好了 叫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就这个事啊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你看好了 人家说的是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还是专业人员的培训费 我们说 培训费不构成固定资产的路上成本 只有服务费才构成 所以差俩这儿呗 一个是服务 一个是培训 对吧 咱们上课的时候举过例子 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车 你不会开车 你去学车 考驾照 考驾照那个钱 不要记录到车的成本当中 好 至于这个相关税费 各位同学 跟存款差不多 大差不差 比如说 你从国外买进来的 那关税得进 对吧 你比如说你是一般大使人 增值金吗 那就不进 可以抵扣 好 第二是需要安装 需要安装呢 首先第一步 要通过载电工程 然后再安装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时 注意这个时间点 我不管你别的怎么说 我们盯的是什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再转到固定资产当中 借固定资产带再进工程 你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领用到本体的存货 记住按成本价 记录到工程成本当中 你要是外购的 那就外购成本价进 你要是资产的 那是资产成本价进 这里跟增值税没有关系 不要去想增值税的事 好 其他情况 第一个 一笔款项购入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 应该是按照 公允价值的比例 对总成本进行分配 这里我单独提示大家一点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购入的是 A B C 三台设备 总标价是5000万 然后你把这个5000万分给A 分给B 分给C 然后题目当中还告诉你说 这个C我为了去安装调试 它单独发生了50万的安装调试费 俩事 第一 这50万要不要分给A和B 不要 所以分5000的时候不要加这50 第二 5000假设分给C分的是1800 那么C的入账成本 别忘了要把它自己单独发生 这调试费用50加入到其中 好 第二 是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了 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我们应该是以购买价款的限值为基础 来确定固定资产的入账金融 限值到现在为止 如果还不会算 你说它不影响你 最后通过考试 不影响 但是 让你心里不安 而且我这么说吧 就到现在为止 你限制还不会 各位 大概率你别的东西也学的不咋地 我这么说 大家认不认同 所以怎么算限值这个事 无论是年金 还是负利 这是基础当中的基础 因此各位同学 限值怎么算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接下来看会计分路 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点 就是 你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 它是不是买来就能用 如果买来就能用 固定资产 如果买来需要安装调试 再建工程 所以这科目的运用 大家适当关注 你固定资产也好 再建工程也好 如果没有其他的 就是它的本金 比如说 我分三年 每年年末支付100万 那你三年合计的本利盒 是多少 300 而你算出本金 比如说280 那这280 就是你固定或再建工程的 初始成本 那差个这20是什么 差个20是利息 所以借固定资产等280 借未确认融资费用20 代长期应付款300 后续采用实际利率法 去贪销未确认融资费用 支付第一年 比如说长期应付款100 然后增值税进向13 代银行付款113 那么有没有增值税的事 看题目的已知条件 各位同学 一定要认真读题 一定要认真看好题目 给定的已知条件 已知条件为主 人说有增值税 那你就把它写上 人家没说正税 那就不写 然后后续采用实际利率法 去贪销 杂贪 那年初 贪欲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比如说 贪欲成本280 实际利率6% 我随便懵的 当然肯定不准了 我随便懵的 算了16.8 那就是借财务费用 16.8 代未确认融资费用 16.8 我就问大家一个事 你帮我算一算 请问第一年 你支付完这100万之后 你真正的本金付了多少 你帮我算一算 你真正的本金减少了多少 会不会算 很简单 100是你付的本利盒 而这里边有利息是16.8 所以你真正的本金减少的是83.2 那本金减少 你最初最初的本金是多少来的 280 所以到了第一年年末 你的本金就是280减去83.2 这就是你第一年年末的本金 然后第二年再拿它去乘以6% 以此类推 OK 过 好 再往下 第四 是自营方式来建造固定资产 我们自营这里实际上是包括两大块 一个是纯纯的自己干 一个是对外发包 纯纯自己干和发包 这俩都把它放到自营方式这里边 我们固定资产入账成本 说白了 还是那句话 各位固定资产入账还是那句话 是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来圈 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必要支出 各位 如果是纯纯自己干 不是发包 可以和借款费用结合 因此 你固定资产入账成本当中 有可能会有一块 符合资本化的借款利息 比如说 贾公司现在 自己去建一个生产线 建一条生产线 钱不够怎么办 借的专门借款 抑或是我没单独借专门借款 我拿别的一般借款来占用 你看 自建固定资产同时结合借款费用 这俩结合在一块 一道单选后多选题 二分 我认为这种性价比极高 只要你别算错 这种性价比极高 好 所以这是关于自营方式 第二个点 各位同学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21年和22年 没怎么考 20年以前 就这一段文字 下边不算 就这一段文字 那个AB卷里 肯定有一套是这 就考着东西 就考着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重点给大家强调 看好了 重点给大家强调 就是如果 你在工程建设期间 你发生工程物资的盘亏 回损报废 各位 这块 你最终扣除保险公司 或责任赔偿的净损值 它是要记录到工程成本的 排营的呢 充减工程的成本 排营的啊 是充减工程成本的 而如果工程结束之后 你再发生什么 排营盘亏了 各位 这根工程就没关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盘亏 报废 回损 尽当其随意 所以关键点是什么 看工程是否完工 工程没有完工 你的排营盘亏 报废 回损 这些都是跟在建工程挂钩的 一旦工程完工之后 通通给我尽当其随意 说明白了 好 赞往下 这个实质上呢 是我们22年新增的 但是22年呢 据我看到的官方公布的真题 和我们同学反馈过来的 有一些资厘破碎的这种回忆版 没考 所以去年新增了 去年没考 那今年请大家要注意 啥意思呢 就是我自营工程 我自己生产线 自行建造 我最为了啊 能够验证这条生产线 是否能够生产出合格品 我可能进行什么 复合联合试车 试生产 试运营 那么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前 你生产出来的这种什么产品 那副产品 你对外销售了 各位 这一块你是要确认收入的 而不是原来老的办法 说老师原来老的办法 你别学 不学咱就不知道 哎 不知道你就记住他 你说我固定资产生产线 我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包括研发过程当中 我生产出来的产品或副产品 我对外销售了 这个试运行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处理 因为你试运行 你可能会发生一些重复的成本 该算加工成本 算加工成本 入库 入库人商品 你把这些试运行试生产过程当中 产生产品和商品对外销售了 正常确认收入 正常截转成本 原来是啥 咱不管了 所以这是去年新增的 但是去年没考 今年能不能考 不得而知 但是我提示大家 提示一句 第五是弃制费用 我们固定资产存在弃制费用了 应该是把弃制费用的限制 记录到固定资产的成本 同时去确认预计负债 后续也是采用什么 台语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来确认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尽当期损益 后边有一个关于预计负债的调整问题 由于比如说技术进步 法律法会的要求等原因 导致未来的弃制异物的金额时间等等 会发生改变 进而你的预计负债 有可能会增加 亦或是减少 先说增加 你带来预计负债 计划是啥呢 增加固定资产的成本 各位这种东西你放心 不会考你计算 你放心 把心放在肚子里 不考计算 考什么 考文字表述说明 好 再来说节省 你预计负债如果减少了的话 怎么办 你想一想啊 你原来预计负债 最出来的对应的是谁 是不是固定资产呢 那你现在预计负债 减少了那就充减固定资产 但是你固定资产是提折旧的 所以是以他的账面价值为限 来扣除固定资产成本 如果再多了怎么办 你比如说预计负债 减少1000万 固定资产 现在账面价值仅有980万了 还差20万怎么办 超过部分 进当期随意 随意的科目 别超那心 能少计就别多计 明白了吗 冲刺阶段 能少计就别多计 比如说人家真的会考 你说进哪个科目 A管理费用 B营业外支出 C财务费用 D资产减值损失 我肯定会告诉你 对吧 所以能少计就别多计 各位同学 到最后冲刺阶段 做减法 别做加法了 好了 那么按照上述原则 我们对固定资产调完之后了 在剩余使用寿命之内 来记一提折旧 如果说固定资产 使用寿命已经结束了 那么你这个预计负债 所有这种变动 都是尽当期随意的 都是尽当期随意 好 接下来说一说 关于固定资产 初始取得的这一块 我们在考试当中 可能会怎么命题 这里我给大家总结出来 就是ABCD这种文字版的 一错一混的点 读一遍 第一个 固定资产 它的入场成本 总体原则是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之初 记录到固定资产成本 而如果它不满足这个条件 它就不进 所以什么叫原理 这叫原理 当你在考场上 遇到某个知识点 你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的时候 你就要用原理来搞定它 第二个 未来支付的这些费用 不进固定资产成本 比如说 我们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交强险 车辆的交强险 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机器设备的修理费 这些在发生时尽当其随意 它不构成固定资产成本 第三 分期付款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一定记住 是购买价款的限值 以它为基础 来确定固定资产的 入涨成本 第四 就是我说除了 21年和22年没考 20年级以前 每年那个试卷当中 有一套 一定会有这个第四 就是工程物资的 排阴盘规问题 记住 在工程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的排阴盘规 都是进行在地工程 要么增加 要么减少 而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之后 再发生的排阴盘规 尽当其随意 工程联合市场 刚刚说过了 产生的产品 对外销售 确认收入 并截转成本 随后 我自己有块地 我在地上去建房 这个地 它叫土地始终权 无形资产 它要不要记录到 在地工程 不要 它不构成 在建工程的成本 这一点要注意 好 再往下呢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 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 我这么说吧 年龄考 但是单独命题 一二 一四 一五和二 这是单独就考你固定资产 后续计量 选了题 而我说年龄考 意味着什么 主观题里边 一定有 主观题里边 一定有固定资产 后续计量的问题 所以我说 它年龄上考 而单独考核的是 一四一五 一二和二二年 来 简单过一遍 固定资产 当日增加 当日不提折救 从次月开始提折救 当日减少 当日照提折救 从次月开始停止 记忆提折救 注意跟无形资产区分 来 各位同学 我额外多问你 使用权资产 怎么提折救 你看 对于折救和贪消这个事 我们这本书里边 有折救有贪消这点事 我假设都是 一月一日取得 我都是一月一日取得 如果是固定资产 从几月份开始提折救 二月到十二月 如果是无形资产 一月到十二月 如果是使用权资产 一或二到十二月 你自己定 你爱哪一月哪一月开始 如果是政府会计当中的固定资产 一月到十二月 看到了吧 所以就这东西你看 就折救他要是这点事 很简单 但是这本书乱套 不是书本事论套 是准折规定的论套 准折规定论套 各位 其实我要是想给你写 还有 还有 合并 对吧 企业合并 内部交易 是不是都可以啊 都可以的 只不过我们 就是把固定产折救和他要这个简单的支点 这一个里边可以涉及到的 我都给你写在这 来 进行大修理停用的固定资产 正常提折救 折救金额 进相关资产生物或当期随意 大修理停工 不要暂停 该提折救 提折救 而固定资产折救方式 要跟他经济力的预期消耗方式相关 不能以收入为基础 来确定折救 说收入多折救多 收入少折救少 不行 折救方法属于会计估计 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因为他本质上属于会计估计 所以在每年年度中了 对固定资产生什么 神授命 预计进产值 折救方法 这些都要进行复合 变了就是估计变更 而估计变更 未来实用 变了就是估计变更 而估计变更 我们知道这是未来实用 用名追溯不需要 这个不需要 再来安全生产费 这个考试考的不是很多 因为它不是普遍适用的 安全生产费 我们在GD时 进相关资产的成本 借制造费用 在专项储备 使用时你看好了 这个专项储备 它有可能会形成费用 也有可能会形成资产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就是把它花了 费用花了 那就借专项储备 带一口上花出去就花出去了 但是它不影响 它不影响 但也有可能拿专项储备资金 去形成某项固定资产 那就是正常 你该买固定资产 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买完固定资产之后 听好了 要全额 记忆提折旧 固定资产 要全额 记忆提折旧 同时去充简 专项储备 至于这里边 还有一些细碎的东西 说老师 全额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100万 5%的净产之率 我是提100万 还是提95万 别超新 你超能新干什么 很多同学 为什么学习累 我现在真的真的 通过我们社群 老师给我的反馈 包括我自己 在各个平台上 同学们向我提问的问题 我能感知到 他不会学习 越学越累 越累越崩 越崩越交 越交越滤 最后连年考连年不过 我倒不是说 大家都这样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冲刺阶段 要加写法同时试用 加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那些 能拿分的不能丢 而减那些有难度的 你又学不会的 给我减掉 加减 同时用 再往下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 后续支出 后续支出 121619202122 看 这么多年都考到了 考什么 考科官题 考科官题 这个科官题是这样 后续支出当中 考的最多的 就是资本化和费用化的 后续支出 资本化的和费用化的 后续支出 你得会区分 首先 有的时候题目直接告诉你说 资本化 而有的时候题目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在这里看好了 如果你看到什么 更新改造改过建和改良支出 你看到这三个关键词 大概率它不特殊强调 那它就是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而如果不是这三个关键词 什么大修理呀 修理呀 维修啊 各位 这就是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如果是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首先第一步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再建工程 然后你正常发生了一些工程的支出 那就记录到再建工程 这里要提示大家一点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工程有被替换资产 那要把替换资产的看好了 账面价值 从再建工程当中扣除 记住是账面价值 记住了吗 账面价值 会算不 这个我们飞越逼刷题都有 等我讲到飞越逼刷题 我会给大家进行讲解 最后还是这个时间点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个时间点 把再建工程给我转回到固定资产 而它是一个重新来的固定资产 要重新估计它的使用寿命 净产值 包括折旧方法 OK 费用化 费用化看谁家的 谁家的孩子 就记录到谁家的成本费用当中 来 如果是行政管理部门的 好管理费用 如果是专设销售机构的 好销售费用 如果是生产产品的 那就记录到存货的成本 一般是进制造费用当中 所以这是谁家的孩子 谁领走 就这个原则 我们固定资产最后一个点 这是19年考过主观题的 考的是固定资产出制 当然不是考这么一个大题 是在19年的主观题当中 考核到了关于固定资产的出制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问题 各位同学 什么叫固定资产出制 你知道不 你出售了 你转让了 你报废了 你回损了 你投资了 这叫固定资产的出制 而如果说你准备把它卖了 这叫不了固定资产出制 这叫持有待售 这个不叫什么固定资产出制 那也是持有待售 这两者要注意区分 首先第一步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转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借累计折旧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带固定资产 你发成清理支出 那就记住到固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带一行充环 你有残价 这个变价的收入 材料入库 保险公司 责任资偿 依次 银行存款 这是变价 原权料 材料入库 其他应付款 保险公司 责任资产 带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如果你是把它给卖了 那就借银行 带固定资产清理 最后关键点来了 各位同学 听好了 听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是筑块课程 如果有考筑块和中级同时 参加考试的考生 学筑块 按这个来 如果你是因为报废 关键词 如果你是因为报废 导致固定资产减少 最后清理的净损失 或者是利得 记录到扬业外收支 而如果不是报废 什么出售转让交换等 这种情况下 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记录到资产处置损益 所以我们看什么 看关键词 你的固定资产 到底是因为报废 还是因为转让 因为这个点 它影响的损益坑不一样 导致于对企业利润指标的影响 就不一样 我们从20年级以后 就没怎么考过 在我的记忆当中 包括我在翻这些真题 没考过什么 没考过下来各项交易事项 影响企业 营业利润的有 没考过 而你翻前面 从19年往前看 一直到12年 每年一刀 那今年能不能杀个回马枪 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把这个事先 在脑子当中要有 我们说利润指标有三个 分别是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因为考试一般不考你净利润 绝大多数考的是营业利润 而所有的这些交易事项当中 涉及损益的大部分是影响营业利润的 那说哪些交易事项 它不影响营业利润呢 涉及随意的 只有三 一个是营业外收入 一个是营业外支出 另外一个是所得税费用 这三个交易事项 它是不影响企业营业利润的 剩余的 只要它是影响随意的 它就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 所以回过头来 你看 如果你是因为报废 那这个是影响利润总额的 影响净利润 但它不影响营业利润 但如果你是因为出售 形成利得或死失 它是影响营业利润的 所以这一块 适当的去关注一下 学猪快考生 以这个为准 因为中级今年教材有改动 所以学中级和猪快的同学 学啥按啥来 当然我也会提示大家 所以关键词是什么 各位同学 就是报废的俩证 包括营业利润的影响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过程 这就是文字 我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所以下课之后 请大家辛苦 读一读 好了 我们课程是有下课的 但是为了把这一季讲完 咱们这个时间拖了一些 大家学习辛苦了 我们稍时休息十分钟 回来继续讲解 我们下课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下课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下课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